看完體壇爭奪戰焦點轉回台灣 最近有一波速生衣大戰 就是隨唐代言的速生衣 被控抄襲小S代言的品牌 隨唐今天表示他不知道這件事 不過呢還是力挺自己的代言品牌 隨唐一身秋裝出席意大利品牌 在亞洲最大旗艦店的開幕活動 面對前幾日自己代言的速生衣 被范可卿指控抄襲他牌創意 隨唐則是為自己代言的廠商說話 不清楚耶 但是瑪莉蓮他們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相信有試過的大家都知道 而已經有五年 沒有在台灣露面的古天樂 則是特地從泰國搭飛機來台 這一次我會把握時間 做完工作之後 會跟我的粉絲去見面 然後希望有機會 可以去吃一點東西吧 有特別想要吃什麼嗎 有東西吃就可以了 來自義大利的工匠師傅搬出百年工藝 連隨唐也忍不住悄悄打打 甚至一度敲太大力 穿透到墊在下面的皮革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起來 也意外讓人見到 隨唐私底下小女孩的一面 劉電TV 周英柔 陳慶怡 台北報導